刚才一名女士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政府和中国现在提出一些建议 一些主张 能不能够为世界其他的国家所理解 或者说可以被正式的理解 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确确实是非常重要 但其实相互理解的问题是当今我们这个世界上也非常非常巨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的问题都是在不理解之中产生的 你比如说我们对美国政府 包括对塔朗普先生 他说的一些话 我们经常是感到有一些不大理解 因为他今天说了 然后明天我们一听到他说了另外的话 所以我们确确实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我想很多中国人都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因此召开今天这样一个会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需要互相交流 大家都来说一说 最后再来看一看我们能不能够互相理解 那么下面我想我把我今天说的这个题目 简单的向大家报告一下 我这题目的 我这题目是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国发展的不同的道路 那么我今天说的这个内容啊 实际上实在是太多太多 因为我涉及到的这个时间段 好几千年五六千年的时间吧 涉及到这个地理范围呢 太大了 大概整个的世界都包括在这个里面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给我15分钟的时间 限制我2500个字 这个太困难 所以呢我只能够经理而为了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我就读一下了 我想这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的属性呢 就是就是多样性 因为这个从文明啊 产生以来一直是这样的 人类最早期的文明 你比如说两河流域的 一落河的流域的 印度河流域 黄河长江流域的 这样的一些个远古的文明 最早的人类文明 其实每一个文明都是有自己的特点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不需要多说 大家都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各种文明呢 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啊 都是读这个 都是有它的自己的特点的 那么我在这呢 特别就提出了一个 普世价值的问题 那在早期人类文明的 发展的过程中 其实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 那么因为我今天的这个时间 是有限的 所以呢 我只能够把欧洲和中国的情况 做一些简单的对比 这个我们先说欧洲 古代的希腊呢 是古代欧洲文明的诞生地 那么这个地方啊 和其他地区的早期的文明 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这个古希腊 它有个制度叫城邦制 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像波斯啊 埃及啊 两河啊 乃至中国地区性的文明呢 最终都会像地域性的国家 或者更大的这个政治体 比如说帝国 这个方向发展 可是希腊的这个城邦制呢 它一直是一个固化的 一种形态 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最终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 这样一种情况 我想是导致古希腊的辉煌的文明 最终很快的就消失的 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因 这个城邦制呢 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遗产 也就是公民的民主制 我今天呢 我不想对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啊 做过多的评论 其实我关于这个问题 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的 那希腊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公民的民主制度呢 是被后来的人说成是一种普世的价值 可是我在这呢 我只想指出下面的两点 第一个 希腊是一个奴隶的社会 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奴隶 完全是排除在一切的权力之外的 当然更不会有所谓的民主的权力 第二呢 我想指出 柏里克利时代 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柏里克利市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呢 它其实在雅典 雅典这个城邦也只存在了 大约80年 雅典呢 存在了四五百年的时间 柏里克利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 只存在了八十年 那么在其他的城邦呢 是不存在着和雅典同样的 这个类似的政治制度 比如说在斯巴达 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 而且波罗本尼萨战争之后啊 人们普遍是把雅典的失败 波罗本尼萨的战争的结果是雅典失败 斯巴达胜利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人们普遍把雅典失败的原因 归咎于雅典的制度 因为这个权力的分散 挖起了城邦的力量 我想修西底德在他的这个书里面 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么杨里斯多德 这样的一些希腊的责任 对这个制度的这个评价 其实是负面的 而这种负面的评价呢 深刻的影响了欧洲的这个政治观念 以后一千多年 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 就民主这个词在西方社会 是一个负面的概念 我想这个情况大家应该是知道的 那么这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古代的罗马啊 作为古希腊文明的直接的继承者 在很多的方面 他都能够体现那古希腊的传统 但是在罗马的历史上 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都出现过 唯独一种民一种制度 从来没有出现 这是民主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我不想多说 只是因为它是历史的事实 那么这个罗马呢 后来还发展成了庞大的帝国 那我想罗马在政治方面的变化 更加符合古代世界 整个的古代世界的一个共同的走向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说普世的话呢 其实古代的罗马 比古代的希腊更加的普世 这个希罗马帝国解体以后 欧洲进入了封建时代 国家的权力是被领地所瓦解的 尽管中世纪的欧洲不黑暗 我们知道它不黑暗 仍然是充满了生机的 但是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 这个欧洲 我说的主要的是西欧 它相对落后 那相对落后 那么这以后东西方 这个文明开始拉开了距离 按照美国的加州学派的估算 在18世纪之前的 大约1000年的时间里面 中国的GDP的总量始终是世界第一 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 这样的一个态势 长期没有改变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想说一下中国的情况 中国在5000多年前 就已经存在很多的囚邦 最后是向统一的国家的方向发展的 夏和尚就是这样 夏代和尚代 就是最早的地域性国家 那么公元前800年左右 当欧洲刚刚进入河马时代的时期 我们知道这个周天子 周朝就已经有分封的制度 规范途记的分配形式 社会等级秩序 而在欧洲呢 内似的这种制度要过了1500年 才逐步的形成 就是在法兰克亡国逐步形成 那分封制 周代的这个分封制 后来给中国造成 中国的社会造成严重的解体的状况 持久的战乱延续了四五百年 这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刚才这个潘书记已经提到了这段经历 那么经过这样一段巨大的痛苦经历之后呢 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了中国 统一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中最珍贵的遗产 他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不断 保证了国家的永续长存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成刚才潘书记的一个致辞中的说法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看到就是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 尤其是古代远古就存在的那些文明当中 中华文明是唯一的一个自古到今 从来没有中断的一个文明 唯一的一个其他的远古的文明 今天都不存在 只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 这归功于政治的统一 政治统一是他的保证 那么除了政治统一这样一个因素之外呢 还有一个强大的思想的联合记 这个联合记就是孔子的学说 孔子生活在战乱的时代 他看遍了当时人民的那种痛苦 人民的生活极为动荡 所以他希望结束这种动荡的状态 回归秩序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 这套学说从天一直到人 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之极大臣 这套学说崇尚和平 反对战争畅党功德 拒斥私立几千年以来 他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的载体 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感觉文明应该需要有两个载体 一个是政治的载体 就是国家 第二个是精神的载体 也就是意识形态 中华文明的特殊之处 相比于其他的文明特殊之处 就在于孔子的学说 也就是精神的载体 和帝国的结构 也就是政治载体 是高度的结合的 两千多年前就结合了 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的对接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 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 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凡是社会稳定 经济就繁荣 凡是社会动乱 百姓一定遭殃 孔子的学说 之所以能成为中华古典文明的 核心价值体系 是有它的深刻的 社会学的根源的 相比之下 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在西欧 思想和国家长期没有能够对接 罗马国家是一个大统一的国家 但是它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 等到基督教开始成为国教的时候 西罗马帝国却差不多就要解体了 那么到了中世纪呢 基督教成了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 思想意识形态 但是国家却是被封建制度瓦解了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面 西方相比于东方的那些个文明的地区 一直是落后的 那这落后当然是相对的达引号的 但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西欧的封建制度 使社会高度的碎片化 缺少凝聚力 所以西欧在整个的封建时期 处在无穷无尽的动荡之中 这种动荡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人已经经历了 因此 西方如果想要摆脱 那个时候的相对的落后 就需要整合自己的社会 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 这一次他们成功了 他们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形态 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 这种现代民族国家 是全世界我们现在都要去模仿 都要去学习的 那么这种国家 是世界上所有的 其他的国家形态都不同 它是以民族共同体 作为政治支撑点 以民族的认同感 作为思想支撑点的 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 西方开始了 它在近代的崛起 崛起的结果 就是西方走上现代化道路 由此而开创了一个新社会 现代社会 从那个时候开始 西方成了世界的前影记 整个的世界都被它拉着走 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以及它的殖民主义的扩张 全世界逐步逐步的 被西方所控制 被西方所瓜分 文明的多样性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再存在了 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 也就不再存在 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西方的霸权 已经成了一个世界的定局 西方的文明被看成是先进的和正确的 唯一的先进和唯一正确的 其他的文明都面临着生死抉择 恰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当其他的文明都面临着生死抉择的时刻 世界上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运动 这个运动叫现代化 现代化的实质是什么 现代化的实质就是 世界上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开始向西方学习 随西方去完成自己的现代化 但是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 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 就连发达国家也就是这样的 发展中国家当然更加如此 所以我们看到在全球现代化 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 出现了拉美模式 东亚模式 阿拉伯模式 苏联模式 新加坡模式 当然还有中国模式 各种各样的模式 每一个国家都在追求自己的模式 完成自己的现代化 这就是全球现代化 世界现代化的一个本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用某种手段强行推行某种普世的价值 只能造成灾难 20年中东的乱局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最后呢 我想值得注意提出来的 就是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 今天20世纪 在世界现代化过程当中 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的 都是古老文明的核心地区 比如说中国 印度 俄罗斯 土耳其 埃及 伊朗等等等等 经过了一百多年努力 这些国家找到了自我 恢复了信心 古老的文明 获得了新生 因此 被西方的霸权 所形成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 现在正在被扭转 出现了 我所说的文明的回归 回归意味着 文明的多样性 再次呈现 文明间的相互的平等关系 重新出现 回归 也意味着人们更多的思考 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 用传统的智慧去解决现代问题 比如 人与自然的关系 道德与利益的关系 个体与群众群体的关系 自由与约束的关系等等 现代化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文明将共存 人类将共融 那不仅仅是理想 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毕竟我们生活在 同一个星球上 只有共融才能共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